大家好,中国的局势可以说是一天一个样,演化得特别特别快 完全这种演化的步骤完全超出了绝大多数人的这种想象 当然其实这也是合理的,也是可以预见的 原因是在于中共的这个清零实际上已经到了走不下去的地步了 他自己走不下去的时候推出一个改良的计划 却没有按照改良计划去做 这就是他最大的失策 我相信中间这个习近平的性格表现无疑 这种优柔寡断,多变 而且其实习近平从本质上来说 他就根本就不想改良 他就一直一根筋的往前走 所以习近平这个人的心智是有巨大的问题的 他说不定是一个偏执狂 我觉得是 他已经越来越不像一个完全没有变通性 他可能这次登机太顺利了 让他觉得可以目控一切无所顾忌 当然了,我相信他的这种性格就会葬送掉他的这个政权 好,我说今天发生的事情 新疆的这个火灾 我昨天的视频说了 新疆的火灾已经让全国人民开始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无所畏惧了 开始不再害怕了 所以果然今天就可以说真的变成全国的运动了 首先加入的这个是中国的各高校 有非常多的高校已经加入进来了 我们看到那名单的时候居然没有清华北大 但现在清华北大已经加入进来了 你们我们看到清华的那个视频 当然清华主要是女生 她就勇敢地站出来 底下有非常多的学生在那 她勇敢地站出来 非常的勇敢 他们拿着白纸进行抗议 北大的,我看到了一个对话 北大的一个教授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 现在不是我们指望这些学生去冲上去 而是我们这些 因为这个是个教授 他说而是我们这些改开的受益人 我们该冲在第一线 该我们上 当然这种高校的加入 他实际上已经 已经是就直接把这场运动提升到一个 比如说争取民主 争取自由的这种境界 他就不光是仅仅是反对清零 不光是仅仅是纪念缅怀 这个新疆的火灾的受难者 所以这场运动真的很快的 他的目标真的很快地扩大化 而且让人最为震惊的一件事情是 上海出现了非常打规模的这种抗议 上海的抗议主要就在乌鲁木齐中路 就上海人直接 因为上海有很多的街道 都是全国各地的地名 他们直接就到乌鲁木齐路 但是那地方去抗议 就相当于就资源了乌鲁木齐 而且最为重要的是 他们喊出了习近平下台 共产党下台 非常清楚地喊出了 那就是说他们直接把这个纲领 已经提高到了 就跟中共开始对着干了 他们就跟中共就是事不良意了 你喊出这个话 就相当于彭仔粥 就相当于彭仔粥 这个挂出来就国贼 就是要叫做清算国贼 或者说习近平 就直接就点习近平的名字了 这一点呢 直接就是把这场运动 这样运动现在开始 已经具备一些雏形了 并且越来越 大家越来越觉得 有点像六四那样一场 就是民间和中共的一次 巨大的冲突就眼看着 就越来越朝那种 直接开始堆撞的那个方向发展 而直接喊出这两句口号 其实就是意味着就是事不良意 所以呢 我觉得我今天稍微来分析一下 就是将会发生什么 有可能中共会怎么做 或者说民间的抗议人士 会怎么做 或将会演化成什么样子 当然很多人会在说 很多人在说你无所 你这些抗议 也好 那军队不在你的手里 你老百姓实际上是手无寸提 你怎么样跟他们进行斗争 你比如说今天晚上传出来一个新闻 就是说上海已经开始组织这些武警 不光是武警 他还是招募一些 可能从外地 比如说因为他们发现很多安徽的车 招募一些这种闲散人员 社会人员 为什么他们要招社会上人员 而且这些人员他可能都不穿着武警的服装 我觉得他们会用这样 他招募来的这批人 就穿着平民服装 就把他们 其实就是痞子或者黑社会 他们就会学习在香港的经验 他们就用这些人来 来跟你的抗议者进行打斗 他们就指使这些人他给钱 他指使这些人来破坏抗议者 会比如说暴力的袭击他们 然后在抗议者当中去抓捕一些领导人 或者说领头的带头的这种人 他一向肯定是这样做 但抗议者如果太多的话 他警察就开始不出面了 所以我觉得他刚开始会让一帮地痞 他招募来的地痞而出面 而这个东西就会让 就会让引起你的这个民众之间的相互内动 因为他招募的也是便衣 他那些人不是 只要你不穿着那个民警的服装 你普通的抗议者群众 你也不会说一下子把这个 就算是恶化了 你也不会说一下子 把这个矛盾全部夹在这个武警身上 或者和他的 他觉得中共避免 避免你和你正面冲突 但是他招募一堆流氓来和你冲突 这是他会做的第一件事 他还会做的 通常他的典型的做法 他就会假装后退颁布 比如说现在民众的要求 其实最大公约署 这些各个地方的不同的民众 他们目前的最大公约署就是 至少 就是你要清零是不能清的 就是你要在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清零政策 必须做出巨大改变 你不能像这样把大家关在家里面 你这样搞不下去 他是 这个是所有这些抗议者 他们的共同的一点 当然不同的抗议者 有不同的要求 有些抗议者要求高一些 有些低一些 这是他们共同的特点 所以我觉得中共呢 他会可能很快会做 在这方面做出个响应 他的目的是给抗议泄起 他会做出响应 就是说我们还放松抗议的 整个抗议中国的清零运动的 这个做法 你比如说今天已经发布了 已经发布了一些报告 说是坚决的做好 在这个防疫 这个整个这个清零 这些做法当中的一些弊端 就是要把它做好 要多体谅这个民众的什么 什么 要保证民众的生活什么的 然后尽量限制缩小 这个封控的区域 这是中国共产党常用的手段 大家不要把这些文件 看得过分认真 他的确 他在文件上会写得很好 但他是不是会实施 就像那二十条一样的 二十条是很好的 他还是中共中央常委会 那些人批准的 最高职人 最高领导机构批准 他不是现在都根本就不执行吗 所以他现在的 发布的那些改良的 那些所谓的那些新闻 那些通告 绝大部分可能性 高概率他只是 做一个虚假的姿态 他只是想平息一下 你们现在的民愤 让中间一部分认为 我的目的已经达到 那我就不抗议了 就分化你们 让你们软一些 然后他拖延一点时间之后 然后他再进行镇压 他想的美的是 你领头的这些人 他会纷纷把你抓起来 然后狠狠的惩治 怎么判过多少年 然后让你后来 不敢再出头了 他以违反这样的抗议法 他的目的最终 还是要回到抗议的 清零这条路上来的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因为 他没有办法做出让步 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 中共 中共其实原来就是一个伟光阵 他从来不会犯错的 他已经非常厉害了 已经不会犯错了 已经伟光阵的很厉害了 但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 中共将会更为伟光阵 他就更不会 在实在不行的时候 比如说你老百姓太多了 他就没有办法给你硬碰硬的时候 他会 他这是常用手段的 通常手段 他会软 洋装的 假的 给你软一下 让你给你安抚一下 比如说那些市委书记 地位书记 那些县委书记会出来说 好 你们的问题我马上给你答到 我甚至明天不做官了 我都帮你办件事 第二天来的就是武警 就该收拾的人就收拾了 就抓走了 就镇压下去了 他们在香港 你看香港抗议的那么厉害 他怎么着 他就把那些香港的那些 香港的那些学生 那些学生起了好大的作用 中间那些学生 他用了很多的 甚至黑社会的手段 甚至有些学生被谋杀掉 都是很恐怖的 他会对这种 他会用一个 比较拖的比较长的时间 慢慢慢慢的瓦解 最后让你 你的整个组织都搞不下去 最后让你没有任何进展 他不会做十字经推补 他会让 刚开始在口头上 这是他一贯做 他可能很快在中国 在这次大陆的 这场运动中 他会这样做 但我的结论是 他这次不一样 如果我们对比一下 这次和三十年前六四 或者跟香港那次 反送中 都是很不一样的 这次有个非常重要 就算是香港的反送中 他也是一个 法律层面的一个反抗 他是香港人厌恶中共 他是从这种 比较抽象的 比较理论化的 一种层面的一种反抗 这个意思是说 如果中共压一点 他底下人还有 后退的余地 你说香港他不让你反送 他就是要给你来这套 他就是要搞国安法 他给你 而且中共可以拖得起 他跟我给你对峙 他可以对峙你一年 然后他困死你 他把香港别人凑个 这是他的策略 他六四也是一样 六四讲的是 什么反官倒 反腐败 要民主 讲的是很抽象的政治诉求 很多是政治诉求 这种政治诉求 他可以给你拖 或者是用暴力 给你打压下去 你就得承受了 反正 你不承受也得承受 他强烈地让你接受它 这次为什么不一样 这次是经过中共 在习近平领导下的 这个清零政策 这么些年搞下来 中国很多人已经破产了 虽然没有说 虽然没有说 这已经到了 它到了什么程度了 它如果按照这种 因为这个原因是病毒 要把这个病毒 彻底的按照习近平的方式 把它清零清出去 这意味着老百姓的 官家里面不能动 官家里面不能动 你学校里面 学生得关书的时候 里面不能动 这一下子出来 非常多的实际问题 就是尽管他还是有钱的 账上还有钱 他还没有穷得一塌糊涂 尽管中共 中国还有那么多粮食储备 粮食储备也非常高 还有外汇储备也没有问题 现在他还有足够多的物资 来给你们 你们还不会饿着肚皮 在短期内 但是 他这种清零已经造成了 很多人没有办法增长生活 你比如说天然关在家里面 人这是一种 这是一种监禁行为 这相当于把中国的很多的 比如说如果现在是三分之一的人 在受管控 就相当于把中国三分之一的人 判了有期徒刑 在监狱里呆着就相当于 那方舱就是实在的 进监狱里的 那差不多了 那这是非常恐怖的一种行为 这是绝大多数人忍受不了 很多人就会产生反抗 实际上他们没有退后的余地了 你让他们退后到什么程度 他 好 你说再来五 再来五天 再来一个 再来两个星期 再来一个月 这绝对有好多人跳楼 就是说他到了人的忍耐极限 这是心理的 物理的忍耐极限 你看一个小房间里面 挤那么多大学生 你看我看你 都要疯了 那些大学生 他如果 他就如果不让出门的话 这是人的 这是人的一种动物本性 所以呢 中共的亲临 已经达到人的动物底线了 觉得他这种受不了 所以这个时候 他们体会到什么叫自由 这 中国那种住宿条件 大家都知道了 非常差的住宿条件 在那种条件下 你天天会关在家里面 非常恐怖 但即使如此 很多中国人能忍 但这次新疆失火 让你在关在家里面 变成高概率的 高风险的情况 只要你家门被焊上了 只要你单元门被锁上了 你们就有可能 被烧死在里头 这个是每个人都有的 都有的一种 实际的威胁 还有一点就是 你的吃饭就供应不上了 你可能最多 你能让你吃饱 你天天吃大米 煮饭 干饭 天天下面条吃 没菜 也别说 这样因为生活的费用 上涨 很多人没工资 中共他又不给你补贴 这种情况下 他们吃饭会造成巨大问题 所以这个担保了 在社会当中 具有庞大的群体 中国的底层有多少吧 我认为超过50% 都算是底层吧 就算这50%里面 只有10% 或者20%的人 他过不下去 实际上肯定是高于这点的 那也是个天文组织 那就是全中国人里面 如果有三亿人 咱们都说的比较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就是 5亿人 5亿人当中的10% 就是5000万人 如果有5000万人 就是过不下去了 而这5000万人 就在这个大城市里面了 因为中国的大城市 现在疫情是最严重的 那么这5000万人 就会闹革命 就能闹得起来 就像富士康那些 十几二十万工人 就能把你们 就能让你根本 你没办法对他动手 就能打败你 所以这5000万人 在中国的大城市里面 他们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 你只要中共 习近平再继续搞清零 他们就活不下去了 就是这样 就这么简单 所以这个时候 你中共再玩什么花招 你再是抓领头人 你再是个 我跟你虚假许诺 但明天我还是照扬这样做 你只要不是实实在在的解封 只要不是实实在在解封 这5000万人都活不下去 那也就是说 你没有办法通过这种 虚假的让步 没有办法通过 甚至你组织流氓去打也没关系 你组织武警去镇压也没关系 你甚至上军队 你去镇压 上军队可能能让他们压下来 一小段时间 但上军队这个后果是 集团只会显恶 你把坦克开了街上去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他习近平敢不敢这样做 他这样做后面冒着那些 因为你每做这样的事情 你对那些老百姓太越凶横一步 你就冒着你的军队 有可能反叛了一个更多的风险 我们要看到的时候 现在中共的那些武警也好 中共那些白卫兵也好 他们根本不敢和老百姓进行论战 他们说不出任何道理出来 随着老百姓 任何一个人都出来 给你讲一大段道理 都可以演讲 都可以骂你 你这些白卫兵根本就不敢回复 你没有什么回复 你回复什么 你说我们要资源 你说什么都会被别人骂得体无完腐 而且他们可以骂你们是走狗 你们是汉奸 你们是窃国贼 你们是在镇压百姓 他们是根本不敢跟老百姓辩论 他们只能是搞这种偷鸡摸狗的 这种下散战的做法 是用实际的暴力去对待 他们只剩下暴力 而这种只剩下暴力的时候 你如果暴力用得过吗 军队那么多人也是热 也是人心啊 军队的就会有可能完全倒戈 现在习近平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了 现在习近平已经坐不太稳了 他的位置 因为很简单 他这条路走不下去 走不下去的意味着 中国人就有几千五千万人以上的人 就要反 你就必须得改 这五千万人要活 你的清零就必须得改 那清零要改的话 为什么习近平不愿意改 是因为一改 他就动摇他的统治了 而且他必须得改 那必须得改就行 习近平搞的三年清零 全是围绕着 三年的中国的防疫抗疫 全是为了清零 他的政府目前做的所有的工作 从上到下忙得最凶的 就是在清零 那你改你怎么改 你从上到下就得把你的思想 全部改过来 你就得重新置尽一套 等于说你习近平明天就开始自杀耳光 就骂自己是个蠢货 这等于是习近平公开认错了 公开给大家跪着磕头了 等于是这样了 那你习近平那点皇帝的威风还有吗 那你既然这件事做的撤着社会的失败 你的其他事情还对吗 那大家就要清算你在经济上的问题了 经济上中国已经搞破产了这种 几乎面临破产的这种状态 很多人 所以呢 他就吃不完兜兜兜 他这个也 他也是没有 他的地位很快就会完蛋 中共那个时候就会想 你要不要跟习近平切割啊 中共的剩下来的那些人里面 那些元老人这些 或者是像李克强这类的 还带有点光环的 还能够 李克强现在出来 他会受到大部分人的支持 所以中共如果想保证他的统治 他就必须得极快的跟习近平切割 也就是把习近平给出卖掉 也就是把习近平给拿出来 做最终的负责人 这件事情才能够平较民愤 所以中共无论现在采用什么手段 什么虚假的 给你搞阴的黑的手段 他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他只有一个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他无论去怎么整治 抓惩罚这些思维者 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他只有一个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不能够清零了 就是得把习近平的清零 从头到尾都给翻额 那等于说就是删习近平的耳光 并且让习近平从名义上 就实际上他就他的一个皇帝 自己三年多的所有的这些政绩 全部归为零 他还要为此感到负责 因为到时候你一旦清零政策不能再清了 那大家就会谈着 我们要检讨一下 我们的这个抗议政策 到底是错在什么地方 就要来清算习近平的问题了 所以五千万以上的老百姓 无路可走 习近平也没有退路 习近平如果为了保证他的皇帝 他也没退路 而中共这个时候 这就取决于中共 中共里边的这些有权的是 像还现在还能做出关键性的决定的 手里边是有军权的 现在是他们的一个机会 他们如果看到这一点 他们是选择跟习近平站在一起呢 还是跟这五千万甚至十四亿人站一起 这五千万实际就代表十四亿 因为其他的中国人是不会帮着习近平的 他们知道如果帮着习近平这条路 他们五千万是活不下去的 剩下的十四亿是很快就活不下去 就如果习近平这么继续干下去的话 那十四亿也没有好的出路 所以他们是选择习近平呢 还是选择生存的 这个是很显而易见的 所以接下来这老百姓只要继续上街 你反正你这条路搞不下去了 你让他再清零嘛 你再清零你就别活了 你看看那个新疆的被烧死的三岁的小孩 你看了你忍不忍心看那种事情 而那种事情会发生在 理论上可以发生在每一个被封禁的楼里面 所以习近平的日子真的就是到头 一个好日子真的不多了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只要老百姓继续上街 那中共的军队就很有可能逃过 中共的军队就很 中共的内部那些人就可能 连同起来把习近平给供出来了 因为他们不可能继续沿着习近平那条路 往下走 走不下去 而你说中国的老百姓会不会就不上街了呢 他可能明天后天可能 甚至下一星期有可能他会平息一小段时间 但是这个 如果习近平不改 他们早晚他们也过不下去的 早晚他们也会出现巨大的问题的 为什么上海这次抗议的这么厉害 上海人从三月四月的封城之痛 到现在还没有结束呢 上海人到现在心里还是痛的 他们就要跟你 上海人只要有机会 他就站出来给你就报复 你就要把这些事情弄回来 他们要不再把昔日的 他们心心向上上海再要回来 你习近平把他们生活毁掉了 现在他们没有回去吗 他们生活没有繁荣起来吗 他们还在一片萧条当中 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中共的每个大城市 所以习近平真的就 中共越早跟习近平切割 把他搞出来 让他承担所有的人 中共可能还有点机会 有点希望继续执政下去 当然那个时候中共很有可能 自己也必须得改革 所以我说中国的 真的这个民主化 很有可能已经到了门口了 这是一个机会 希望大家抓住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好 下回再来 拜拜